七線雕 七線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個工藝 只要印製材料它都能夠去表現 七線雕是閩南的一個傳統記憶 是閩南獨有的 早前時候它是運用在佛像身上的裝飾 以前都叫裝佛 閩南的地區有各式各樣的雕像 在裝飾佛像上面就趨於精緻化 裝飾的效果顯得更立體更精緻 七線最早是用七銅油跟磚粉 垂打成七泥 它的主要表現手法是線條 用手工搓成線去表現各種各樣的路 最細能夠細到快要接近頭髮是那麼細 傳統七線雕它有四個步驟 雕刻、粉底、七線裝飾跟專間片材 我們菜式七線雕完整地保留下來 錦繡它是用七線模擬絲織品的一個統稱 七線其實乾掉它是硬製的 但是整個線條衣服上面看起來是柔軟的 要非常細的線 晶瑩的程度是騙過人的眼睛 在七線的表現過程中 遠看有形 近看呢 又可以讓人家看到細緻的東西 它的形和功都到位了 那這個作品應該算是一件好的作品 菜式的記憶 錠帶就是錠帶三百多年 分為八個雷別的圖案 只要是線條能夠表現的七線條 基本是都能夠表現得出來 菜式在做這個龍鱗的時候 一般是疊半片鱗 它的龍頭呢 所有的都是用線條去分布布製起來的 這個是我們非常獨特的一個方面 七線雕應該叫做七線堆數 代表的不是單一的一個動作 它有可能有堆有疊有各種線條的交織 也有編 也像普吉隆盤的盔甲紋 它可能用橫竖做彌賽獎 跟兩條斜線做彌賽獎 它呈現了整個質感就不同 所有的搭配都是根據這件作品的大命題 來做一個細微差別的表現 在遵循傳統的前提下 每一代都在做創新 到了蔡文貝先生的話呢 他做了第一次的變革 他做了一些英雄人物 比如說鄭成功捨附台灣 所有的七線雕的計劃 都在這上面能夠體現到 鄭成功身上呢 他有十幾種文樣盔甲 米塞甲 這個叫跪法甲 包括他胸口這一部分呢 我們叫骨前窗甲 上面還有一些琴棋塑畫 這就是我們的戰袍包包 這是傳統的形式 1972年的時候 羅副蔡水礦先生 他有一天就經過彩蛋的車間 他就想說能不能把七線雕這本記憶 用在裝飾鴨蛋上面 他拿了兩個蛋去試 試完了以後就效果很好 到1973年的廣交會上面 一下子他就收獲了很多的訂單 有的記者就問說那這本記憶叫啥 他就脫口而出七線雕 他當傳統跟現代做了碰撞 把衣服在圖像上面的紋路 單獨做成工藝品 是蔡氏七線雕的第二次變革 最早之前的話 傳兒不傳女 蔡文佩先生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開始在廣收土地 到了水礦先生的話 他也是 把他的記憶無私地傳授給一些 十世代的傳人 《神魯大元帥》這件作品 他是2017年金川會晤的時候 送給俄羅斯國家領導人 其實中國的各項手藝 他都可以繼續到連帶 線條的生命力是無窮無盡 只是你要想得到 你想得到的東西 你就可以用得到 好多了 我們可以用多了 至於 他就等到 個人信任 有在城市 中文文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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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